不管是家族传承还是社会传承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做到一个合格尽选业的本分 但是我们走了不同的路 这件事情听起来非常朴实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不管是教学还是收徒 最重要的首先看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热爱 这个爱是所有成就大事的基础 在长州公益美院 还有白石峰的另一个弟子 邵峰峰 相比于白金人的家族传承 邵峰峰代表了中国传统公益的 另一种传承方式 社会传承 一种 一横 让传统文化的传承 开枝散叶 留情族客看起来很平淡 但是处处是学用 处处是技术 基础就产底 产三分之一层 一层一层产 就全留 多留 少留 未留 不留 精确都非常高 老一辈已经学过树苗关系 所以我做了一些人物画面 树苗关系的就是层次处理 稍微多做了一点 从1978年开始学刘庆祖 当时是正好18岁 他当时就非常明确地拒绝带我们做土地 感觉就是心里比较比较凉吧 我跟我老师做了六年 他就做东西介绍说 这是我的学生 我老师这么承论我是他的学生 我心里真的非常感慨 我现在带了两个土地都是大学生 他们学点色彩 叫他们写书法 打好书法基础 把这个文化加进去 眼界要高 手段也要跟上去 对于那个传承来说 家传 父子传 只是一条重文 重写 横线呢 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师徒传 刘青竹客 他是刘勇竹子的表皮 作为图案 师出同门 又各表一支 近年来 为了更好的传承刘青竹客 门户之鉴 正逐渐打破 家传出身的白尖人 也走进学校 通过社会传承 请囊相授 为的是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和热爱刘青竹客 在他的课堂上 还有一位特殊的学生 他的小孙子 在这里 家传和社会传承 其实已经融为一体 俄罗摩兰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用我的方式 享用在这小孙子的身上 今年他也11岁了 去年我就开始让他 在暑假里就开始吵刀了 他还是挺感兴趣的 从来到这小孙子 在暑假里就开始了 又在暑假里就开始了 他也不得了 在暑假里就开始了 在暑假里就开始了 我一直在暑假里就开始了 在暑假里就开始了 我一直在暑假里就开始了 父亲与师父两个称谓中同有一个父子 这让他不再单纯是一种血缘关系 更是一种对祖辈精神与记忆传承的责任与承诺 这个一个就是家传跟社会传 我感觉这个都应该搞得好 众向传承让家族性传承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最好通过社会上横向传承 让更多的年轻的一代来了解和喜欢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生命的延续文化的传承 都是经得起时光流逝的大事 对于传承来说 不同的传承人但却同样的坚守 都是对光阴的承诺 是一份古人送给金人 金人送给未来的永恒礼物